六超級籃球聯賽 育龍納智傑跟台灣銀行的交手 賽前處於一波四連勝不錯狀態的恐龍大軍 一開局就發動猛烈攻勢 不僅有洋將夏浦衝擊禁區 單截八分六籃板當中有五季進攻籃板 外圍還有胡凱翔發炮 個人連標三季三分球 幫助育龍第一截打完取得27比19的領先 不過來到第二截 他已經開始展現目前戰局聯盟龍頭的能耐 洋將艾爾文不僅能自己強打禁區 還能為隊友製造得分機會 防守段還有蘇世軒送出麻辣火鍋 一波八倍林的攻勢又讓比賽回到拉鋸狀態 就算玉龍還有吳優陣外線開火 一度又拉開比分 但台銀靠著林柏偉跟剪家偉聯手緊要不放 半場打完四十四比四十二 玉龍僅取得兩分領先 來到下半場雙方先來一段每季護標 台銀有聯恩在禁區轟炸籃框 玉龍又下譜跟瓊斯的漂亮連線 包括回應 不過率先打破僵局的 還是紅色大軍 艾爾文跟林柏偉連續外線進場 其中林柏偉這場上場十五分鐘 以百分百命中率攻下十分 幫助台銀三接打完六十二比五十七 逆轉超前 決勝第四接台銀維持高檔狀態 多次漂亮小組配合輕鬆拿分 同時區域聯防也有效限制 上週最佳洋將瓊斯的破壞力 讓瓊斯全場之後十分十一籃板 和前次交手猛砍四十分的表現 有很大的落差 反觀台銀的艾爾文跟連恩持續穩定輸出 連恩全場十九分十四籃板的Double Double 艾爾文則受十九分八籃板七助攻的曲面發揮 高建議這幾大號三分球拆炸彈成功 更是完全宣判玉龍死心 最後台贏七十九比六十八贏球 斬斷玉龍的四連勝 YT一臺綜合報導